文章来源特正经的张某某 1.在否定一个网友其实我们活得可以算是幸福的时候提到了尊严感一词 有房有车有存款 一事无忧 家庭完整和谐 工作稳定 收入靠谱 就幸福了吗 我问你觉得在你的整个生活中你有尊严感吗 如果有 它来自哪些方面 而你感觉没有尊严感的时候又来自哪些方面 二者之间有规律吗 网友没有回答问题 过了两久 我得到了反馈和你聊天很烦人 不聊了 二 尊严不是一个很容易定义的概念 它不同于自尊 尊严似乎更主要在个体与外界的联系中体现 也不是面子 面子一词其实略带贬义 因为它的对面那个词叫李子 所以它基于一种外在的虚荣 或者一种违背真实意愿而不得不为的情面 我不知道尊严感能怎样精确的定义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我不知道什么是事 但我知道什么是不是 有点像爱情 我不知道我究竟想要谁 但我知道我不想要你 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尊严是这样一种东西 人类生而为人 作为一个完整主权的个体而存在 在未经我的同意之前 任何非我都不能剥夺我的任何合法权利 我和所有非我都非常确定以下事实 我的完整性有非常坚固的保证 我仅可以在我的生命中从容不迫 保持生而为人的尊贵和庄严 此即未知 尊严 当我的心里非常确定这一点 且在具体生活中反复证实一切果然如此 我无需担心任何与我有关的事情 会在未经我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 人为发生 此时尊严感就出现了 尊严感也许就是一种笃定的生命自主感 于个人而言 他确定他全权拥有人生自主性 确保不被操控和支配 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员 他确定其他人视我为人 从而不会被戏弄 被羞辱 被无视 被工具化 用康德的话 人极目的 人们与我产生联系 是为了共同完成人的实现 而非视我为工具 途径 手段 桥梁 跳板 韭菜 人矿 有了这种笃定的自主感 你就会整天自在走路 而不担心从某个地方冒出伤害 鉴于部分人的理解能力 补充一下 什么叫经我同意 否则我怀疑 有人会疑惑 难道有人矿工 也必须经他同意 才能扣他钱 所谓经我同意 并非单指当下此刻的口头同意 还指所有他同意的法规条例 比如矿工一天扣钱500米上班时 即被告知 且获得你的同意 我不大相信 看到矿工一天扣钱10万的规定后 你还会入职 以此类推 本可以说的更专业术语的样子 比如 什么让度啊 授权啊之类 但感觉这样举例对部分读者有好一些 三 所以你觉得你在你的整个生活中有尊严感吗 你的整个生活 一切有尊严感的部分和没尊严感的部分分别是什么 是否存在某种规律 你的答案是什么 四 从墙堡到坟墓 你的整个人生 且有尊严感 一 很多孩子的人生 并不是从一生 啼哭开始的 是从一个红包开始的 当你和你妈妈一起来到妇产科时 在你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你人生中的第一个红包 你被送出 陪着笑 二 然后你爸妈为你的道来 感到幸福快乐 但很快 你爸妈就开启了呵斥和打骂 明知你是亲生的 你在上幼儿园之前 就已经非常熟练地学会了 看父母的眼神和表情 这种状态将持续很久 一般说来 几乎所有人将持续到自己成家立业 大多数人持续终身 你切身体验到的人生无尊严感 是从你的亲生父母开始的 三人是需要被约束的 但懂得自身行为 应该被约束的这个过程 你是没有尊严感的 你第一次真正被外面的世界约束 是幼儿园 根据我对祖国的了解 极少有幼儿园 不是通过威慑强制手段 让孩子们懂得人的行为 需要被约束 也许有的幼儿园老实有爱 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方法 他们主要是训化孩子 而并非尊重孩子 因为他们就是那样长大的 阿姨眼睛一瞪 小朋友瑟瑟发抖 四 真正上学了 你会因为不守纪律 成绩不好 被呵斥 被羞辱 这个过程将陪伴你的整个中小学 哪怕你很听话 成绩好 但你面对老师 面对学校体系 你仍充满恐惧 你不知道你的恐惧从何而来 但你就是恐惧 因为你隐隐约约知道 你没有被责骂 被羞辱 被嫌弃 只是一个意外 一种幸运 不 幸免 你所有同学的遭遇 让你非常清楚地知道 只要你违背了这个系统的任何一个 未经你同意 强行塞给你的规则 所有的班归班纪 本应该由老师 同学 家长 三方共同制定 但现实生活中 这种情况几乎没有 你就会被毫无还手之力地剥夺尊严感 你无法泰然 坦然地生活在小学 中学 大学 这种胆战心惊的生命状态 是非常强烈的我的生命状态 无法自主信号 在此阶段 因为年龄和知识的原因 你对另一个生命并无尊严感 更深刻的原因 尚无太多感受 你在老师 学校那 甚至在父母那 你并非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 而是一个工具 你的心理状态 你的生命状态 与它们无关 它们要的是你的成绩 你的优秀程度 你的分数成为这个系统 对你的态度的最大决定因素 如果 一个母亲的地位 如果取决 他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一个生了儿子的母亲 被丈夫和公公婆婆重视 他自身的尊严感何在 前几天 一个朋友说 校长告诉他们 不要嫌弃调皮学生 我过去有一个学生满嘴脏话 打骂父母 但是 他后来考上了北大 这背后的逻辑 如此冰冷 但考上北大们 就有尊严感了吗 没有 他们为了老师的青睐 为了毕业证 于是他们非常乖巧 包括一边瞧不起年轻的辅导员 一边讨好他们 因为他们知道 在牛逼的水平 都不能保证 他们获得本应该获得的 一加一真的 经常都不等于二 无 你工作了 单位中间的你 有尊严感了吗 没有 你会更加清晰的发现 你的工作完全不仅仅 取决于你的努力 你养人鼻息的程度前所未有 你读书时代的那种压迫感 显得停响而渴 你非常清楚地意识到 如果遭遇不公平待遇 你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你将比读书时代 更加严密地隐藏自己 唯唯落落 虚与尾仪 哪怕你功成名就 但你非常清楚你不是你 你都不是你 不敢是你 哪来的尊严感 更何况你还清楚另一点 哪怕如此努力 如此委屈换来的一切 你自以为握在手中的一切 仍然毫无保证 你完全不知道 会从哪里冒出一个意外情况 让你前功尽弃 你的人生本质上啥也不是 看看许家印 和另外一些 我不敢提名字的人 不管是王安石 还是张居正 六 那么工作之外 有尊严感吗 很难有 一个保安 就可能挡住你回家 或出门的路 一个办事员 就可以毫无理由 对你不理不问 一堆广场舞大妈 就能让你忍气吞声 无可奈何 一群插队的人 就可能让你一态进尸 买个菜 你转身的时候 可能听到他嘀咕一声神经病 四面八方都可能冒出 让你难受的事情 让你华丽的生命之袍下 群尸涌动 抓抓闹闹的人生 没啥尊严感可言 气离开这个世界时 我们能获得尊严感吗 还是很难 你牙齿掉光 皮肤褶皱小便失禁 这算不上没有尊严感 但护理你的人嫌弃你 这就很没尊严感 久病床前无孝子 他们嘴里不说 心中默默盼着 你不如早死算了 这就谈不上尊严感 哪怕你死了 亲戚或鱼杯 他人一以割 算不得有尊严感 如果你身份过于尊贵 所以不能死 用现代医学 吊着你一口气三五年 这也很没尊严感 如果你有家产可分 儿女们乱成一锅粥 那就更没尊严感 你没家产可分 于是你的儿女们 由于用两万还是五万的目的 这也真的很没尊严感 八 你在家人儿女面前 有尊严感吗 可能有 但不一定 你在朋友面前 有尊严感吗 可能有 因为你似乎能发现 因为他们爱你 所以不会损及你的自主性 而在他们万一也损及的时候 你知道你有力量抗衡 但你给予了你的家人儿女 朋友尊严感了吗 如果没有 那么你刚刚在他们那儿获得的尊严感 就很存疑 一个不尊重他人尊严感的人 有何自身的生命尊严感可言 由此 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 在任何公共领域 你的尊严感毫无保证 你稍有信心的地方 居然只能是私人领域 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私人领域是如此之小 公共领域是如此之大 这就是事实 一个追问为什么一涉及公共领域 我们的尊严感就如此荒凉 何勇有一个歌词 是谁出的题这么难 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我只能点到为止 5.尊严感是人类独有的 动物没有尊严感 幸好没有 如果它们有 全世界的宠物店和动物园都会倒闭 植物也没有尊严感 幸好没有 如果它们有 所有的园林和绿植都会枯萎 如果你不能理解 请把里面的宠物和花木换成人 应该就能理解了 如果你还是不能理解 就请把里面的宠物和花木换成你 这时你是不是忠于深刻地意识到 人类真的需要尊严感 结论出来了 没有尊严感的生活 能称之为幸福吗